我不知道哪些是玉制菜啊 从来不会有人说 有怀疑但是不确定 因为它端上来都是热乎的 碰到过呀 就是比如说饭馆 比如水煮鱼或什么的 它会上菜很快 然后明显感觉那个鱼肉 就好像被冻过的一样 有的时候是偶尔会问 但是人家说话 不会是直接了当地跟你这说 你问的是那种新鲜的 或者什么的话 都会一语带过 或者是含乎其词的 那么答复你 没有明确告诉的 只能是我们自己 吃完了回去慢慢推 或者是想或者是什么这种的 近日玉制菜话题备受消费者关注 为了获得消费者信任 上海有部分餐饮企业 主动打出没有玉制菜的口号 餐厅里为何要使用玉制菜 北京的几位餐饮从业者告诉记者 玉制菜在快餐和低端餐厅中 比较普遍 使用玉制菜虽然不能降低用料本身的成本 但能够降低大量人工与时间成本 而且由于出餐速度变快 能够薄利多销 我这个就米粉店是这种 你唯一需要就是自己动手去做的部分 可能是发粉 那你上面的那个焦头 比如说你什么牛肉粉啊 或者是什么酸菜肉丝什么之类的 那种焦头它都是料包 就是你出一份餐 它一般都是那个骨汤 它也是用那个给的那种料 然后加水去煮 像这种小米疗参吧 它的疗参它是装在一个袋子里 泡发好的 不需要你泡发 然后呢调味包是现成的 你需要把这个疗参的上锅去蒸一下 大概15分钟之后你就能够成型的 现在基本外边都是这种料理包的形式 因为第一北京的后厨比较小 第二人工也很贵啊 而且出餐也比较慢 用料包这个东西肯定是大势所趋 北京的商场 你各种限制 它连明火都不让动 它怎么给你炒菜啊 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 切配的这种师傅 他们的薪酬待遇 基本上都是在6500到7000之间 你还要管它的食素 那这三个人配下来 一个月的薪酬 肯定都是要接近将近3万块钱了 那么饭店使用预制菜 是否会有害健康呢 这个规范的预制菜 基本上是不需要额外的添加防腐机的 它是高温烹饪的 那就是杀菌了吧 然后它能够用速冻技术 这个低温冷冻 超低温冷冻 在这个储存的过程当中 微生物的繁殖 也是控制住了的 但是呢 原料的来龙去脉 不是特别清楚的话 是一个漏洞和缺陷嘛 还有就是 它的那个销售的时候 信息不全 生产信息随意的涂改 它销售的 还有一些配料表啊 生产日期啊 保质期啊 这些都写的不全 还有就是 不能够做到全程冷链 冷链的物流不完善 它包装材料 也不是那么的规范 这些都是一些食品安全可能出现的问题 还有它仓储问题 就我们拿到那料包的时候 就是它是成香过来嘛 都会是比如说保质期是一年的 它可能已经过了半年了 它那个食材感觉有一点点 就是很不新鲜的感觉 但是呢 它放的调味品的味道很重 所以呢 调味品的重味就掩盖掉了那种 重味 就是不好的品质的味道 它的料包的进货渠道是什么样 是这种大的供应链厂商 还是说就是它自己随便找的那种料包 就这种预制料包 你而去那种批发市场去找 一堆卖的 就都有 律师指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 使用的商品 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因此商家如果使用了预制菜 有义务主动告知消费者 如果饭店没有把预制菜的精确情况 告知消费者 那可能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和选择权两种权利 这样的话就是它相关于 一种违法行为 还有一种做法 还有很多可能经营者 他公示出来的是说是自己炒制的菜 但是他实际上是使用的是预制 那就是更加进一步的是一种违法行为 涉嫌到七大消费者 目前来说可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或者规则来说 到底什么样一个程度 就是预制菜 这可能规则需要行业协会 或者是主管部门 去做一些规范性的立法 或者是确立将近的规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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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